第七第菩薩 再來第七第菩薩 應該具足滿二十法 第一法就是具足空 這空怎麼具足呢 到底是具足什麼樣的空 論這裡有五種計說 第一個就是進行十八空 十八空在卷三十一 第一那邊有詳細的解說 第二說是具足眾生空跟法空 這兩個圓滿的就叫做具足空 第三說菩薩能行地盡空 於中不著 就是你空那不會說 最後還剩下一個什麼東西不空的 不會 畢竟空 連這個畢竟空也不執著 這樣才是真正的具足空 意思說是志向空 志向空這個是經說 前面三說是論主的補充 意思說這是一經而言 所以這裡有一個提問 如果具足空是你剛剛所提的十八空 中正風法空跟必經空 那佛為什麼在佛爾經 只有說志向空呢 達約以上提到的三說 三種空其實都是志向空 以住六地菩薩福德故立根 立根故分別諸法取向 頓根的話有時候法是怎麼樣 他也不知道怎麼分別 有的人他有點聰明 就分別這個法怎樣那個法怎樣 但是七地菩薩他對這些法要進入無分別 所以以向空為具足空 雖然說了知一一的法 但是還要知道這一一法是志向空 這樣才是具足空 另外還有一說 佛有時候說有為空無為空 名為具足空 有時候又說不可得空 名為具足空 所以什麼是具足空 這一共提到的種種的說法 七地菩薩應該 具足的第二法是無相正 無相解脫門的無相 無相就是涅槃 可正不可修 就是真的涅槃 他是心形楚命也已道斷的 這是用體正的 而不是像發生到這樣有違法用修的 他已經是違法了 因為這涅槃不可修 所以不能說知涅槃 而且涅槃 它不是有一個什麼局限的量 或者有邊可以分別 所以不得言具足 只能說正 所以空這裡是用具足空 無相他用正 我們說正涅槃 他就是用正 而不說知無相 也不說具足無相 他說正無相 是第三法 是知無作 就是無作解脫門 三世雖然通通是知 這裡的三世就是空 無相無作 在修學的過程當中 可以說是知 真正正的無相 體正無相應該是正的 在這過程當中 或許可以說圓涅槃 而知涅槃 所以這裡三世 所以通是知 無相為什麼說是知 剛剛明明講說不得言知 這應該做分別 也就是說如果 在過程當中 或許可以說知 但是真要體正 那不能說知 那是不可修 所以不能說知 二世更易必其名 就是空跟無相 有不同的意義 所以一個說具足 一個說正 而無作但有知名 所以只能說知無作 所以只能說知無作 這是一個故事 一個故事 我們到底在這裏 有一個故事 是個故事 是個故事 的 這個故事 是最痛的 是有些故事